假设我今天有个规则 就是这个规则你可以把它建立在 建立在工作表里面 其实你这个地方 这个顺序 你可以直接放在哪边 比如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一样的方式 在工作表里面 你可以给它一个顺序 你再把它读到程式里面来做顺序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呢 在程式里面 假设你程式里面要给顺序 而这个顺序不是在我们工作表上面 而是直接就在程式码内部的话 那我们可以给个顺序 顺序部分的话我讲过 你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宣告一个阵列 后面加上刮斧 如果会有13个 你就刮斧12 然后分别负与值 负与值的话就刮斧0 第一个就等于假斑 第二个礼斑 一直到刮斧12 就是到最后一个是骇斑 那第二种写法就是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会比较精简一点 就是说我今天宣告一个阵列 然后呢用一个array array刮斧里面呢 直接就把我们需要的斑别分别放进来 那这个顺序 我想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大概是 假以到什么 假以丙丁物己 跟心 没有人到心而为止 后面就身为五成亥 大概就这个顺序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这个字好像有一点问题 你自己打这个好像应该是什么 这个其实好像不是 不是己 有时候之前有同学 这个字打错的话 就会找不到对应的那个工作表 排序就会产生问题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好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我的排序 是由大到小 所以由大到小是 由后面排完排到前面 那我要怎么排序呢 程式要怎么 把这个排序 我先把这个序子万先删掉 这个是我们产生的工作 我们如果需要有个清单的话 你可以额外再做了 那如果我今天 我们已经有这个顺序 而且是在阵列里面 那排序的方法 假如说第一 我今天希望是由大到小 比如这边我先给一个注解 我叫由大到小